來自甘肅的19歲小伙子 發名陳鈞 在4月8日和50多名同伴從杭州出發 前往上海匯展中心的方倉醫院參與安保工作 前三天陳鈞他們被要求在方倉室內打地鋪 吃飯靠搶口罩也要靠搶 直到第四天他們突然收到通知 說同行的人有一個陽性確診病例 於是他們和廣州來的志願者 一共一百多人被拉到金珠路古北大廈的酒店隔離 沒有水 沒有食物 一百多人橫七樹八地躺在馬路旁邊 陳鈞心理不解 他們不是來支援上海嗎 為什麼會被這樣對待 不僅一毛錢都收不到 連基本的隔離保障都沒有 於是他們將這段經歷曝光上網 引起大陸媒體的關注 也有不少人轉發留言 在14日陳君向記者表示 當時在酒店門口做的是礦原檢測 發現有三名陽性患者 但也沒有人管 直到12日晚 他們被安排到上海市敏行區 民井路附近的一個貨倉裡面 並且做了一次礦原檢測 自己不幸測出兩條鋼 在13日中午才安排他們做核酸檢測 我們有一百個人 至少有十個人以上 對著這個感染現在很 傳播速度很快 然後我們現在這個倉庫裡面 它也沒有進行一個有效的 陰性和陽性分開隔離 到時候可能感染的人會越來越多 它沒有給藥 它就說是就是核酸檢測結果出來了之後 再開始 就安動陰性和陽性的人 陳君表示現在雖然管吃管住了 但是陰性和陽性還是混在一起住 大家都很擔心 3月吉林方倉建築工地 也曾經爆發集體感染 除了管理混亂 前來支援建設的農民民工 吃住條件都很差 出現交叉感染 上海農民工蔡先生在4月9日披露 他們1,000多個農民工 全部就地隔離 在醫戀時裝貿易有限公司附近的工地 碎大通鋪 造成800多個人集體感染 在9日當日 有700多人被拉走 剩下的100多名確診的農工 和陰性的農工困住 不單止沒有人理 而且面臨斷糧的危機 這些參與的各級政府的官員也好 人員也好 都是為了完成上邊的政治任務 都是做戲碼給上邊看的 至於說這個人在這個過程當中 受到怎樣的損失 是不是生命受到威脅 能不能吃上飯 這不是他們第一時間要考慮的 所以發生了人道災難呢 也一概找不到主 不會有人為這種人生命的死亡 或者其他的災難負責任 所以這種悲劇就會不斷地產生 如果說沒有外面的關注 這些人就是自生自滅 評論認為 這些志願者和農民工的遭遇 目穿了中共在疫情期間搞的所謂 一方有難 八方援助戲碼的真面目 中共從來不將人權放在心上 尤其是 好像對外地招募過來的農民工 中共只不過當他們 當成奴隸利用